老師我怎麼要出書呢 就是畫的都沒那麼簡單 尤其是眉毛 給你看一下 很好笑耶 是太黑還是怎樣 拿平刀往下修 順便用這個刀片的直線 找出你眉毛的輪廓線 裝神那麼美 有我 你就美 我是范園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 交的單元是什麼呢 是眉毛 你知道有好的眉型 就有好人緣 就有好運氣 好運就旺旺來 所以呢很多人 對於畫眉毛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的困擾 今天我們有一個搶救大來賓 他說他的眉毛 從他會化妝以來 到嫁人以來 他都沒有畫過一次 正確的眉毛 我們歡迎地方媽媽 Candy 大家好 大家好 所以今天呢 我不是坎迪媽媽 就變成坎迪姐姐囉 所以我們今天在看 老師的功力 你會把我眉毛 修成怎麼樣的美呢 誰允許你講那麼多話的 好啦 你對於你畫眉毛有什麼困擾 我覺得眉毛很麻煩 就是因為它會長的 就跟頭髮一樣 可是頭髮長長的話 它就直直的出來 可是眉毛它就給我亂長 像一座山 眉毛其實呢 本來是不會長的 因為你常常去修剪它 像你頭髮要修剪它 它就會長 那請問你用過什麼樣的畫眉工具 硬張型的 這很方便啊 這一蓋下去不是就說 兩邊就好了 看一下啊 說真的它不是那麼容易啊 因為一般我們會覺得是方便嘛 所以我們就會去買這種東西 那如果給你一個機會 你再改一下 我跟你講 尾巴尾巴 因為我跟你講 你用力度會在動眉頭 可是你尾巴那個力量又很難 所以我現在啊 把那個力量集中在我的眉尾 對 這個要對準 那眉頭還是怪怪的啊 太高了 眉頭其實要稍微暈一下 基本上我們要先找這個眉毛的長度 跟你的長度呢是不是一樣 放上去之後呢 看裡面的海綿跟我們的眼睛的長度 跟眉毛長度是不是OK的 在印眉毛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可以有兩個方式 眉毛尾巴加淡的人 以眉頭為基準 那如果說你的眉毛都很濃 只是形狀不好看 那我們再以眉封為基準 對準的眉封呢 我們再往前面印 往後面印 我現在給你介紹一個最厲害的了 眉型貼紙 那這個貼紙的好處呢 其實最簡單就是 撕下來貼上去眉毛就來了 你選對眉型之後 你可以先試貼看看 我們的眉毛跟眉封跟眉尾 你一定要選一個當基礎點 如果說你希望眉毛 看起來不要壓眉 我們就要以眉封為準 那如果說你的眼睛呢 已經太開了 眉毛跟眼睛距離太寬 那你就要以眉頭為準 對眉封之後呢 往上貼之後呢 這樣出去 是另外一個溫柔的文青感 它屬於一字眉 所以我們要以眉頭為準 眉頭要對我們的眼頭 你看這個眉毛 這樣像什麼 我看不到 很多人都認為自己可以 hold得住 尤其現在的年輕人 認為化妝很簡單 老師為什麼要出書呢 就是化妝沒那麼簡單 尤其是眉毛 給你看一下 很好笑耶 是太黑還是怎樣 我跟你說 你們這樣認為它太黑對不對 好 我給你一個機會 我現在來化 這先貼在下面看一下 我們只要把它 用眉粉把中間的 我們撕下來這個地方填滿 就化好了 然後是撕起來 然後一個洞 然後你就針對那個 把它填滿 就好像電板一樣 以前電板要手填嘛 那直接貼在你臉上 就可以直接化 這個現在目前真的非常紅 我覺得其實它還是有很多 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撕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歐不OK 不管用什麼工具 畫完之後 一定要重新修飾 因為工具呢 它是固定的 所以不是屬於你的 所以要屬於你的眉型 之後我們一定要在 稍微再修飾一下 比如眉頭的調整 跟眉尾的調整 這是一個美國尋找眉型的工具 所以我們用鼻頭開始對 用鼻頭 透過眼頭到眉頭 成一直線 再來呢 第二個位置是從 鼻頭到眼球的外圍 這當然是我們的眉峰 這邊的眉型是對的 再來 透過眼尾的地方出去 就是我們的眉毛的眉尾消失點 所以以這個工具來說呢 其實你是適合這個眉毛的 眉峰呢 在你的眼球外圍之後呢 是靠近眼尾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的臉呢 這個眉型讓你覺得 這個地方距離比較短 所以臉比較瘦 那我們現在幫你真正的 修完眉毛 畫一個眉毛呢 我們看看真正的 正確的畫眉毛的方式呢 會不會讓你變漂亮 會不會讓你變女神 會不會讓你有好人緣 不會修眉毛 第一次你可以先畫完眉毛再修 先畫眉毛再修眉毛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說我修完之後 大概以後就補哪個地方 就修完眉毛 你只要補洞就好 從眉頭到眉尾 先順修一次 順修完之後呢 先找出我們的大方向 如果你的毛髮比較粗硬的話 有時候會修不乾淨 這時候我們就要逆修 那就是打過來 比較小的髒毛逆修 那記得每次以後 第二次在修小細毛的時候呢 一定要用逆修的方式 修會比較快 再來是修眉頭 眉頭記得我們一定要拿平的方式 拿平刀 往下修 順便用這個刀片的直線呢 找出你眉毛的輪廓線 那建議大家眉頭呢 如果說沒有必要就不要收太多 因為眉頭留一點點雜毛 會看起來比較逼真 Candy的眉毛左右是長得不一樣 所以呢 記得我們在畫眉毛的時候呢 一定要找出一個 你覺得最適合你的眉型的位置 比如說 第一 你可以看你左右的眉毛 哪邊有挑高 所以你可以對近視先做表情 如果說有一邊實用會挑高的話呢 如果你喜歡那個挑高的那邊 你就以那邊為基準 如果說 你的臉長真的不是那麼完美 有些像 比如說有些地方媽媽 她覺得她自己很完美 然後呢 忘了自己有顴骨很高的人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比如說像她顴骨這麼高啊 我們呢 要把眉峰落在顴骨上面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眉峰落在顴骨上面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條線切割完之後呢 我們的臉就會變窄 就最寬的地方就會變窄 所以我們把眉峰稍微落在顴骨的位置 然後平拉出去 好 眉頭我們稍微再修飾一下 眉頭記得要跟眼頭 跟鼻翼一層一直線 那如果說讓你的臉 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我們可以盡量的往中間一點 現在韓國非常流行 就是把眉毛畫得很集中 其實它就讓你在鏡頭上面 或拍照的時候呢 讓你臉看起來比較窄 接下來呢 我們用這個螺旋刷呢 稍微把眉型梳一下 記得畫完眉毛 一定要用這個刷一下 否則和臉上蠟筆上 就蓋上去的眉毛 好 好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眉筆跟眉粉有什麼差別在哪裡 就眉粉呢 我們可以用眉筆先畫出原來的眉型 尤其是你眉毛比較淡的人 你可以用眉筆畫完之後呢 用眉粉去修飾它 就會比較柔和 那如果你的眉毛很濃的話呢 建議你用眉粉直接先畫出輪廓 再用眉筆呢 去補那幾根缺洞的地方 每週四中午12點 關注我們的裝飾弄眉 我們會給你很多新的美妝知識 我不會給你很多新的便我 就已經有一次